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据天空新闻9月8日报道 主苏格兰记者詹姆斯 马修斯表示 他从见到过女王的人那里听说 他当时状态很好 精神振奋 当的时间9月6日 女王与前首相约翰逊 以及新任首相特拉斯举行了会晤 据说当时心情愉快 知情人士称 女王还曾讨论过外面天空漆黑 但对新闻秘书笑了笑 马修斯表示 最近几周 女王还进行过野餐 当时遛了他的科技犬 最近几周见过他的人说 他看起来比几周前更快乐 更健康 马修斯说 今年2月6日 伊丽莎白二世迎来白金喜年 也就是登基70周年 4月21日 他度过了自己96岁的生日 他是迄今英国最长寿 在为时间最长的君主 见证过15任英国首相的上台 对于英国人来说 他就是国家的象征 不过今年以来 女王先是确诊新冠肺炎 后又因腿脚不变 缺席了多场重要活动 被受民众爱戴的伊丽莎白二世的去世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过去 英国王室即将迎来充满争议的查尔斯国王 围绕英国君主力限制的讨论 或将再度被摆上桌面 2022年2月6日 是英联邦王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即位70周年的白金喜纪念日 70年前的2月6日 彼时年仅26岁的伊丽莎白二世 在父王乔治六世过世后继承了英国王位 并在1953年6月2日正式加冕 头戴沉重王冠 兼父王室重任 以带领英国乃至英联邦 走过大半个世纪的伊丽莎白二世 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旧贵族中最知名的代表 也是英国的象征 虽然被识于国尊位君主 但伊丽莎白二世手中并无实权 在君主力限制下 他被固定在了演员的位置上 不能外露情绪 永远保持中立 这也成了伊丽莎白二世一生的关键词 网上至今流传着一张伊丽莎白二世 和菲利普亲王在花丛中神情哀思的照片 女王的表情很复杂 表情中有不理解 有差异 也有些许的悲伤 有人感叹 如果这世界上 有一个女王最对不起的人 大概就是戴安娜了 自始至终没有给钱而戏一个体面的交代 这不得不说 是女王生前的一个遗憾 后来查尔斯迎娶卡米拉的时候 女王干脆没有参加他们明示的婚礼 只是向真意上帝在查尔斯的宗教婚礼上 露了一下脸 网上流传的这张照片 也颇让人玩味 这让不少人觉得 女王对于儿子查尔斯的再婚 实属无奈 对于新儿媳卡米拉 也非常不待见 民间有句话 谁家的锅底都有灰 这足以说明 一段婚姻当中 两个在如何相爱的人之间 都躲不过鸡毛蒜皮的搅扰 但是 对于英国女王来说 她的婚姻也许形式待于现实 但她的爱情却最未尝情 与菲利普亲王一过就是73年 超过了大多数的婚姻长度 1939年 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13岁 与皇家海军小兵 菲利普出相遇 那时的她也不过是一个 只有18岁的贵族青年 当然 菲利普的帅气犹如一把利剑 直接刺破女王从右小心灵上的情感禁锢 她不可抑制地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 身高180 金发 蓝毛 深情宽宽 如雅帅气 菲利普当年的颜值 哪怕是在今天依旧所向披靡 怀春的少女打破了公主固有的矜持 女王开始与菲利普通信 从最初的简单问候到日渐深入的心情泄密 两个年轻人越聊越近 最终 他们面对了婚姻这个现实 那时的菲利普不会想到 与女王结婚只能算是入费 而且 他一辈子都将只能是女王背后的男人 没有自己的事业 也没有自己的单独社会地位 其实 就算是这样 菲利普也不是王室看重的那个人 若不是女王坚持 恐怕他顶多只能是海军的某个高级军衔 女王从小自带坚韧 她从13岁看重菲利普便 再也没有放任何人进过自己的内心 为此 国王父亲 王后母亲 王太后祖母都只能选择成全 作为入坠的诚意 菲利普放弃了自己的姓氏 当然 那其实也不是他原父姓 而是母姓 因为他随的是舅舅的姓氏 蒙巴顿 刚结婚的那两年 应该是女王与菲利普婚姻中的高光时刻 他们整天蜜月一般腻在一起 有说不完的生活 聊不尽的情话 可这一切都随着乔治六世的离世戛然而至 国王离世仓促 一丽莎白二世成为历史上树下公主 树上女王的传奇 而这对于菲利普却并不是件好事 因为他必须就此与女王放弃普通的夫妻关系 不能与女王同诉仪式 不能染指任何证物 可现实就是如此 当你不愿意看到结果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自己当初选择的动力 或许 普通人有反悔的余的 但菲利普没有 1953年 女王正式走马上任 于西敏寺教堂举行加冕典礼 那是英国乃至世界都未知主目的时刻 同样也是菲利普真正改变人生的开始 当女王带着王冠 手持权杖坐在国王之位上时 菲利普第一个走出来 在世界所有人的注视下 直接跪下去 我 菲利普 宣誓效忠我主 尽忠竭力 致死不渝 愿上帝助我 话不多 但自自诛心 因为那所谓的主在不久前 还是自己举案其媒的爱妻 只是换个角度 她就成了高高在上的女王 而自己从此只能依附于她的身后 海军再也做不成了 那承载着菲利普无限愿望 巨大向往的事业 在成为王的男人之后 必须要被卸下奸 我原想在海军有所成就 我没有选择的鱼的 我得做出妥协 这就是人生 年纪轻轻的菲利普成为了亲王 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哪怕头上扣着三军元帅的头衔 可却再也不能穿上心爱的海军服 意气风发 菲利普就此成为了家庭富男 孩子的事情都归他管 女王完全听从菲利普的意见 不管是不是真心的 女王都想在某个方面平衡一下 丈夫的内心感受 只是这真的能让丈夫平衡吗 显然不可能 他用尽所有的刻薄来与王室的两位太后 王太后对质 用尽所有的坚持与女王计较孩子的姓氏 痛时 菲利普不断出席各种剪彩仪式 赞助了800多个不同的慈善团体 演讲 接牌 陪女王访问 几乎没不胜举 从1953年成为王夫 一直到2017年退休 菲利普亲王在漫长的64年公职时间里 曾经演讲过5496次 单独参加活动22219次 握不完的手 剪不完的踩 走不完的红毯 那就是菲利普亲王的一生 为此 他曾经说过 发明红毯的人应该去看看脑子有没有问题 但这对于女王来说 就是默默的支持 就是最给力的支撑 他 菲利普是那种不会轻易被人取代的人 这些年来 他一直是我的力量 于公务方面 菲利普是称职的 看上去并不重要的工作 却都是琐碎到让人厌倦的荣掌 一职人能够真正坚持下来不容易 那于感情方面呢 显然菲利普亲王的声明并不怎么好 甚至有人为他计算过 其长长的情人名单中 至少有30位女性 哪怕在菲利普亲王去世之后 人们也没少关注这个问题 因为在参加亲王葬礼位数不多的人群中 就有一个被视为亲王40多年情人的彭尼 这样让人吐血的真实 女王却全盘接受了 如此在回想菲利普亲王 在与女王结婚50周年的宴会上 所讲的那句话 突然便释然了 一段婚姻的长情与否 无非是彼此的忍耐功利 我认为我们从中得到的主要教训是 宽容是任何幸福婚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点你可从我这里得到 女王有非常宽容的品质 夫妻相伴73年 有无奈 有忍受 有行事 也有坚持 对于外界那些对亲王的诽谤 他如何能不了解 只是 他更愿意与女王自行消化这份揣测 自从结婚以来就没有碰过别的女人 要真的是跟媒体说的那样 能跟那些女士怎样的话 我倒是很乐意呢 你看 菲利普亲王自己也觉得很冤 他或许有着与女性精神方面的共同默契 可对于背叛女王的现实 还是一直把握着底线 相信女王对此更愿意相信自己的丈夫 而不是听从媒体的指引 去为所谓的情人事件大动干戈 这是相处之道 也是婚姻之道 因为爱所以相信 因为礼节所以放纵 这不是传统的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而是有自身约束效力的方式方法 2021年 菲利普亲王先一步离开了坚持多年的王室 留下一个巨大的黑洞给女王 任凭他独座长以上类目驻留 73年不敢用谈旨意挥尖形容 那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是一个人从哭着出生到结束的全部 菲利普将这些都给了女王 如此长情的他 就算是真的在婚姻中有所不足 女王也不想与之计较了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